大家好,欢迎大家再一次收看我的视频,也很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视频的关注与持续观看,那么在这一次的视频里面呢,我将逐字逐句的详细的为大家解析《欢乐歌》这首男派代表性作品的笛字独奏曲,那么希望呢,大家能给大家之后独立处理一些男派代表性作品的笛字独奏曲。 男派曲子以及对于这个江南四竹风格的笛字独奏曲的风格的把握有一些帮助,那么为了那么如何去原汁原味的呈现一个乐派的一个风格,那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这个在这个音乐背后的它的一个文化底蕴,以及它的一个由来,那么首先我们说到这个江南四竹,那我在我的那个 之前的视频里多次提到过,笛字传统的笛字演奏曲中呢,它分为两个传统的乐派,一个是北派,一个是南派,那么这两个曲派呢,它最一开始的这个笛字独奏曲, 大家都是通过不同地区的一些传统的乐曲风格,而移植或者借鉴而来,那么江南四竹,这个是南派曲子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一个音乐的风格流派, 那么欢乐歌呢,就是江南四竹中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也是很多笛字初学者在掌握了所有的技巧之后,开始进行独立的独奏练习之后呢,经常会学到以及接触到的,可以说是第一首江南四竹风格的独奏曲, 那么包括我在内,我第一首接触江南四竹风格的这个笛字独奏曲呢,便是欢乐歌,因为首先欢乐歌呢,它其实本身乐曲里面的技巧要求,并不是很高,属于笛字独奏曲考级范围内呢,大概是三四级的一个难度, 但是它的时长呢,它跟平常我们练习用来的作为民间小调练习的练习曲不同呢,是因为它的时长大概有四五分钟左右,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笛字独奏曲, 但是呢,要想吹好欢乐歌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欢乐歌呢,它是极具江南四竹风格色彩,可以说它就是从江南四竹欢乐歌移植而来的,由我们陆春林先生而移植做成的笛字独奏曲, 那所以它其实相较于技巧的要求,它更多的是要求这个风格,原汁原味的风格的一个把握,那么想吹好这首曲子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江南四竹的一个历史,以及它的发展和影响。 那么江南四竹呢,是流行于江苏南部,浙江西部,上海地区的四竹音乐的一个统称, 它因为乐队呢,主要是由二胡,洋琴,琵琶,三弦,琴琴,笛梟,这些丝竹类的乐器而组成,顾名江南丝竹, 那么它的起源呢,是明代嘉隆年间,以魏良辅为首的戏曲音乐家们,在太仓南马头而创制的这个昆曲水墨江的同时呢, 又以张野唐为中间人物,组成了规模完整的四竹乐队,它最早呢,它是用弓齿谱来演奏, 由昆曲社唐鸣鼓手奸奏,后逐渐行为呢,四竹演奏的专职班, 所以江南四竹呢,它的基调是从昆曲而演变而来, 那么明万立末在吴中呢,形成了新的乐种显索, 可算是这个咱们江南四竹的一个前身, 它与民俗活动呢,非常的密切的相结合,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后正式呢,定名为了江南四竹, 那么在十九世纪初呢,江南四竹音乐的发源地、流传地和发祥地的浙江北部杭家湖地区活动呢, 已经非常的活跃了, 它直至发展到了新道光年间, 在道光年间呢,它已形成了足够的规模, 那么在嘉兴辅志中曾有说到, 那么当时呢,平湖的合计清音社和嘉兴的金声奏已有几代的传承了, 平湖派琵琶宗师李方元李氏第五代传承人, 李氏五代呢,不但是这个琵琶的玩家, 也是演奏清音的这个高手, 那么在清末、明初已有这个演奏私竹乐器的这个组织, 文明雅籍,之后呢,又有这个云天籍、清平籍、雅歌籍等演唱昆曲, 并演奏私竹乐的这个组织产生, 那么演奏江南私竹呢,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很多的茶馆啊, 私人住宅啊,等等, 那么这个江南私竹呢, 这个他有意味是从昆曲演变而来, 所以他的风格呢,就非常的细腻, 又淡雅秀丽, 那么乐师呢, 在演奏江南私竹的乐曲里边呢, 因为他们对风格娴熟的把握, 以及他们的这个手上的技巧非常的纯手, 所以呢, 他们非常的擅长用这种细腻的加花的手法, 那么在二十世纪初, 江南私竹呢, 由农村又传播到了城市, 城市间呢, 又有很多私竹乐社纷纷的成立, 那么像我们这个, 南派非常有代表性的陆春林先生, 他最一开始呢, 就是加入了这个江南私竹的乐社, 以至于呢, 他对江南私竹音乐, 就非常的这个熟悉, 所以他把了很多就是这个江南私竹八大名曲中的很多音乐呢, 都移至成为了笛子的读奏曲, 那么刚才我也说到这个江南私竹呢, 他其实是从农村传到了城市, 然后再又传到了这个散播到了, 因为他优雅的这个音乐风格, 传到了我国的大江南北, 所以呢, 其实最一开始我们的江南私竹是一个非常轻松的, 大家聚在一起, 音乐会有一个非常轻松的形式, 然后也是一种玩票的形式, 大家都会说玩音乐, 玩音乐, 玩音乐, 他不是要求, 他没有一个非常硬性的一个规定, 逐字逐句, 他每一句他必须得需要怎么样, 他没有一个特定的, 每一个乐师可能演奏出来的风格, 不能说风格吧, 每一个乐师他演奏出来的音乐呢, 他都有一点点的不同, 那么旋律是一样的, 但是佳花呢,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特点, 或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 但是呢, 江南私竹, 当我们用笛子演奏江南私竹风格音乐呢, 他其中有一个最硬性的规定, 也是非常好容易理解的呢, 就是, 他有几个规定,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不能出现土音, 这个是江南私竹里面, 也是我们平常在学习江南私竹风格的时候呢, 老师一再强调的事情就是, 他不能出现这个土音, 这是江南私竹的一大特点之一, 还有一个呢, 就是之前我也反复强调过的, 也是我们在讲手指技巧上面说到过的, 这个, 颤,颤,叠,增,打, 颤,音,叠,音,增,打,音, 将这四个手指的技巧呢, 就是加入到这个音乐里面, 让它更为的细腻和这个华丽, 听起来呢, 更远耳动听, 那么具体它要怎么加呢, 事实上就是靠演奏者的审美, 或者演奏者的一个习惯, 那么如何将这个花呢, 加得比较地道, 或者是加得比较的动听, 是我们这个长期的学习过程中, 还有长期的积累的过程中, 一点一点一点去, 自己去领悟到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我们演奏像这种风格比较独特的, 这个乐曲风格比较强的这种笛字逐奏曲呢, 尤其是是从传统乐曲中移植过来的这些曲子呢, 如何要让它的这个装饰音听的比较的舒服, 或者说加花加的比较的我们可以说地道, 那么是要通过我们长期的听多听, 而去积累出来的一些个人的经验,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说说我们这个独奏曲呢, 它的谱子是创作者们呈现出来的谱子, 但是演奏者呢, 要对这个曲子进行二次的加工, 那么二次的加工呢, 就是我们用这个所学的这个手指的技巧, 或者笛字的这个技巧, 去给这个乐曲增色, 用装饰音来去增色和润色, 让它变得更为的优美动听, 那么在开始之前就像我之前说的, 这个欢乐歌呢,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方式, 它没有一个非常定性的规定, 除了不能使用吐音, 以及要使用这个颤叠增打, 这四个四大技巧之外呢, 剩下的呢, 其实是靠这个演奏者自己的一个理解, 以及这个就创作的一个沉淀去处理, 那么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呢, 可能这个感动性比较大, 那我此次讲座的目的呢, 是跟大家一起空隙一下欢乐歌, 然后介绍一下这个大致的一个招式音使用的一个技巧, 或者说一些小提示, 希望呢,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在大家之后处理相同的乐曲, 相同风格的乐曲, 或者以后处理更多的乐曲中呢, 都可以使用到, 那么大家也可以用我演奏的这个方式呢, 作为一个介绍, 具体该如何演奏, 该如何去加这个花, 也是可以大家自己可以去琢磨, 那么首先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欢乐歌的这个整体的风格, 顾名思义, 欢乐歌,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的一首江南四竹的乐曲, 也是类似于大多的这个江南四竹乐曲呢, 它都是比较风格, 都比较欢快, 明亮, 那么尤其是欢乐歌, 所以它的名字定性了它的曲风, 所以因为它的风格是欢乐嘛, 我们的节奏从一开始, 我们就是上版, 跟有一些笛字曲不太同, 很多的笛字曲呢, 它一开始会有一个影子, 那影子的节奏呢, 相对比较自由, 而欢乐歌不同, 欢乐歌呢, 一上来我们就是上版, 它是有一个版的在, 我们说的版就是它的节奏, 那么用现代的一个节奏的表示呢, 那就是差不多是一分钟六十个, 六十个四分音符, 一分钟六十拍的感觉, 那么首先它一上来就是上版, 所以它的节奏呢, 稍微就像是行径性的, 不要太慢, 还有呢, 就是它这个, 虽然它的旋律呢, 听起来像流水般的, 那我们也有一些, 在一些处理中呢, 也要注意这个强弱的对比, 那么首先我们开始, 看我们的这个欢乐歌的第一, 第一段, 我们先从前三行开始, 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 除了这个节奏上面呢, 我们需要注意, 还有就是呢, 在我们演奏江南斯竹, 这个乐曲, 欢乐歌这首曲子呢, 这个我们要用的呢, 其实一般是低调的笛字, 按着统音做骚, 何为统音做骚呢, 就是全按孔是骚, 所以呢, 这个就是统音做骚, 那么就是我们之前教过的, 这个最基础的指法, 就是骚, 是全按孔为骚, 抬一个孔是拉, 然后西都一次的, 按照之前的这个指法, 那么这个呢, 我们便称为统音做骚, 它其实呢, 统音呢, 还有不同的, 比如说统音做ray, 统音做拉, 那么这个之后呢, 我们因为不同的乐曲, 我们再讲, 那么, 呃, 再多说一句, 那什么是统音做ray呢, 那么就是全按下去, 全按下去就是这个统音, 那么全按下去呢, 这个音呢, 叫是ray, 那这叫统音做ray, 那么打开一个孔就是me, 一次的上去, me, 发, 骚, 拉, 那这是统音做ray, 那么这首曲子呢, 我们是统音做骚, 那么, 呃, 我们先看这个前三行, 前三行呢, 这是, 呃, 这个上版了之后的, 那算是一个小的乐段吧, 我们这个乐段呢, 就等于是一个自然段, 乐句呢, 就等于是一句, 那大家要注意, 在说完, 这说一句话之中呢, 呃, 有的地方可以小做, 像比如说浮点的地方呢, 可以做一个小停顿, 但是不要进行一个停, 停顿太久, 进行一个换气, 那样呢, 不仅破坏了这个乐句的完整性, 那也有因为可能, 呃, 呼吸的时间过长, 或者会拖延这个节奏, 会拖延这个节奏, 那它就没有一个流水的一个, 就是行进的这么一个感觉, 而且呢, 这个在演奏作品中呢, 呃, 这个节奏的准确, 也是有关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呼吸不能占实质, 呃, 而且呢, 你这个乐句之中呢, 最好不要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换气, 呃, 那么我们看第一句呢, 呃, 它这个上面呢, 已经标记了一些, 呃, 呃, 符号, 这些呢, 都是中式音, 那有些中式音呢, 其实根据个人的习惯, 有的可以, 呃, 自己的进行加减, 呃, 那很多呢, 是就是在演奏, 呃, 这个江南斯竹的情况下呢, 演奏者呢, 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习惯,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手指的这个灵活度, 来据随意的加花, 呃, 呃, 那么我们先看, 它底下不仅, 它上面不仅是有这个, 呃, 装饰音的一个符号, 它底下呢, 也有这些强弱的一些标记的符号, 那么最一开始呢, 我们是一个中强, 呃, 进来的, 就是不是弱进, 弱起, 或者说特别强的起, 而是一个, 像是我们正常说话的这么一个, 呃, 音量进来, 但是到都, remisoresi la do, 这个呢, 呃, 我也想提一下, 就是说像是一个自然规律所在, 呃, 它就像我们登山一样, 它从最低, 也就是说最弱的地方, 到一个最山顶, 到最山顶呢, 这是最强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一直, 一直待在山顶, 那你肯定要下来, 那没有说我们找到这个最高音, 呃, 作为一个最强的点, 再从这个最高音, 呃, 你看它从到了一个騷, 之后它又reishi la do, 騷, 那它就是又下来了,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强弱呢, 也要做就是从音开始弱, 呃, 强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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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 到了最高的那个音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最强的那个点, 再从这个点, 做一个见弱下来, 这是一个, 呃, 我们在平常处理乐曲中, 呃,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就是感情的一个处理, 一个强弱的处理, 那我们先看第一句, 那在这里边呢, 在最后的这个騷呢, 我做了一个, 在两个騷之间, 我做了一个打音, 是因为呢, 呃, 这是明显我们可以看到, 它做了两个强强强, 呃, 在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用土音去区分开, 但是在江南四主的音乐里边呢, 我们要避免出现土音, 所以呢, 要如何区分, 呃, 两个骚, 那, 我们就要用这个手指,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手指, 来去做一些花, 来去区分它,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打音是一个最便捷, 去区分两个音, 区分, 将两个音区分开来的, 一个技巧, 那在这个两个骚之间呢, 大家可以, 呃, 加一个打音, 来去区分这两个骚, 那我们再听一下, 我也加了一个增音, 那这个呢, 是根据大家, 那可能大家觉得, 这个前面加了一个ray, 呃, 也许可能手指, 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灵巧, 那我们也可以, 那这个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呃, 一定要记住就是, 我们不能将这个乐句呢, 吹得过白, 过白就是, 呃, 没有什么装饰音, 那这个呢, 在江南四竹里面呢, 呃, 它是听起来可能就不会的那么的原汁原味, 所以一定要就是尽量的加一些花进去, 呃, 那我们下一句, 下一句呢, 是一直从这儿, 从这个, 然后一直到最后的这个骚骚, 这又是一句, 那么它之中呢, 也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强弱的一个感情记号, 那上面呢, 它你看也是到这个骚, 最高音骚, 然后再慢慢的弱下去, 呃,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下这个, 它上面的这个, 呃, 中式音的这个, 标记符号, 它都代表是什么, 像这个小右字呢, 它是呃, 叠音的意思, 呃, 它就是叠一下, 那这个技巧呢, 在我之前的视频中有讲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小波浪呢, 它是一个手指一带而过的这么一个小颤音, 短颤音, 啊, 然后呢, 这个chill, tr, 它也是颤音的意思, 那么这个小钉字呢, 它是这个打音, 那我刚才呢, 里面也没有加打音, 就是所以这个也是看个人的喜好, 或者说看大家这个手指的灵巧度, 来去, 去进行这个加减, 那我们第二句, 那这个后边的这个骚骚呢, 我也是用这个打音, 将它区分开来, 嗯, 之后我们进行下边, 那这一句呢, 大家可以看它这个连线, 一直连到了me, 这, 那这一块呢, 我在这个la里面呢, 我换了一口气,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乐句里面, 如果大家觉得过长, 那可以在这个长音之后呢, 呃, 吸一口气, 那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的吸气, 因为这还是一个乐句, 没有完成的一个乐句,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这里面一定不能占十场, 而且也是快速的抢一口气, 呃, 还有一些浮点的地方呢, 可以就是做一个比较俏皮的停顿, 但是呢, 最好不要在这里面进行一个, 呃, 动作比较大的一个换气, 呃, 然后呢, 在这个后面的这个me发, 乐句最后的这个, 呃, 两拍的me, 它这个发的这个装饰音呢, 它事实上, 它是增音, 呃, 就是我们吹完, 就是me吹完了之后呢, 我们将手指打开到一个声发的这么一个音上面, 但是呢, 这个发呢, 事实上它没有太多的音出来, 它就是一个非常短暂性的一个技巧, 那我们听一遍这个整体的这个乐句, 那么在这个乐句里面呢, 我自己加了一下一个音,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两个弗点的sola, sola, 那么两个呢, 都是一样的呢, 它听起来难免会有一些些无聊,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处理, 那我在第二个sola的里面呢, 我加了, 我在这个la的长音里面呢, 我也加了, 那大家可以, 这个主要是根据这个昆曲里面, 的一个处理方式, 就是sola, 就是sola, 就是我们最好不要出现发, 出现二度, 这个跟这个五声音阶呢, 也有关系, 工商觉直语, 那么在这个基本的五声音阶里面呢, 也就是说, 以sola为公音的话呢, sola, sola, do, do, re, mi, 它这里面是没有发的,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花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第一个音和最后一个音要落到我们这个谱子里面的这个音, 但是呢, 就是, 如果要是往上的话, 听起来就有一点点别扭, 所以是sola, 像一个波浪型的一个出现, 就是它这个打音呢, 最好是向下的, 一个向下一个音的一个打音出现, 那我们再拼一下, 那我们再进行下一句, 第四句, 那在出现这个小波浪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不要过长, 它这个颤音不要过长, 那么所有的装饰音呢, 都一定需要在这个拍子里面的, 嗯, 还有就是它这个低音在吹大笛子取笛的这个音乐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低音要非常的红厚, 要非常的亮, 要非常亮, 不能是这个音, 不能是闷在里面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我们, 我再重复一遍这一句,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 那在这里边呢, 像这个小月段的最后一句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中强的一个符号,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也可以自行的做一些感情这个桥落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 那明显它是一个像有一个坡度一样的存在, 从咪到最高音都, 然后再下来, 那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由弱变强, 再从强变下来, 由咪慢慢的到都做一个坚强, 又从都做到一个, 从到搜, 做一个慢慢的坚弱, 然后呢, 在这个乐句最后的这一个音呢, 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 结束感的一个存在, 那就稍微的变弱, 在最后的一拍的时候呢, 让它稍微的弱下来, 然后一种意犹未尽, 接下来又下一段的感觉, 那我们再听一下, 那我们进行下一段的详解, 那我们在这个呢, 第二段呢, 稍微讲究一些我们的这个嘴的控制, 因为它移上来呢, 它是一个高音曲的一个一句, 那么那在我们第一段的结尾呢, 我们做了一个稍稍的一个坚弱, 去跟大家去说明这个曲子呢, 第一段一个结束, 那么我们迎来了第二段, 那么第二段呢, 教育第一段来讲呢, 它不仅是要求这个手指和这个风格, 还有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一句呢, 里面呢, 第一句第二句里面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高音, 但是在这里面呢, 它不仅是高音, 高音不仅就是它拿的点, 它拿的点呢, 是在这个, 不仅我们要口风控制这个高音的, 这个出来这个高音, 还有呢, 就是在我们控制口风的同时, 又要再度的注意, 再去控制, 去做出一个强弱, 那么这一段呢, 是从前面的这个反复记号, 它第一段开始, 它有一个反复记号, 到最后的这个反复的记号,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反复记号, 到这个反复记号呢, 它是一个, 算是段中的一个小段, 我们先详细的讲解一下, 这个反复记号里面的这几个乐句, 那从一开始呢, 它虽然是一个中强,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 它有一个这个桥落的记号, 是从弱到强, 然后再下来, 然后呢, 它是像是, 其实就像是一个流水的波纹, 就像我一直说, 它是一个流水线的, 它是像一个波纹状的, 一点一点的来, 那我们从一开始进来, 进来的时候呢, 不需要太强, 要注意, 就是到这个拉, 插完了这个拉之后, 它才是这个乐句的结束, 那么我们可以听到, 我在这个拉瑞的这一个里面呢, 我的音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根据这一个, 就像是自然规律, 这个很难说, 我们需要多听, 对于这个音乐呢, 有一个把握, 我们这个, 这个也可以根据这个, 谱子上门, 它是什么音, 大家也可以吹这个拉瑞, 那我们要注意呢, 就是说在这个第二句里面呢, 它这个骚还是一样的, 它凡是出现高音骚呢, 这个高音骚这一个呢, 我们一定要强调, 一定要把它给推到这个高音骚, 再下来, 然后再推到高音骚, 所以呢, 在这两句里面, 它有很多的高音, 它不仅是有高音,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吹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口风的控制, 然后以及这个强弱的这么一个变化, 这个强弱的变化呢, 就像是我们施老颂一样, 就是你不仅是要自证腔圆, 你也要通过这种强弱, 去推进这个乐曲的这个感觉, 那我们再听一遍, 那这个乐曲最后的这个拉前面呢, 我们可以呼一下气,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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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一句呢, 一定要注意它这个, 这个三个低音呢, 一定要是红亮的, 一定要就是后腔打开, 让它这个低音呢, 是沉下去的, 这是曲笛演奏中,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高音要明亮, 那低音呢, 要浑厚, 浑厚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是说让你强, 让你使劲去做强, 强音, 而是说它这个音色听起来, 它是浑厚的, 它是非常透亮的, 它不是说闷的, 那么这个呢, 就要让我们口腔打开, 让我们这个气呢, 很好的呼出来, 然后呢, 再五, 就是能感觉到我们这个笛子呢, 整个贯通的被气所贯通, 还有就是, 有时候大家会做一个误区, 就是想让这个气更多的贯通到这个笛子里面呢, 它可能是挤气, 挤气呢, 这就是不好的, 它会突然间会做出一个健强的感觉, 它会突然间就变强, 因为它大量的气忽然间挤出来, 那就我们要控制的是强弱, 同时又要让这个气呢, 还听起来非常的浑厚, 灌满这个笛子, 还有就是口风, 一定要是正的, 你不能说为了让自己的气, 挥通这个笛子, 觉得说我口风是不是我低下头来, 让这个气更好地灌进去, 它并不是的, 就会, 就口风就会不对, 那它就会有杂音, 所以一定要注意, 你的口风是正的, 那我们再吹一遍, 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走, 那虽然呢, 在最后这个这个兜呢, 也是一样, 它这个笛子里面呢, 自己会有的一个装饰音的一个标记, 上面有一个打音, 所以这两个一样的都呢, 用我们要用这个打音来区分, 那最后它虽然是说是强收, 那我们要有一个乐剧完整的, 就是乐剧的一个结束的感觉, 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小的一个键,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有一个, 它是两个F, 就是Volce, 那也就是说是强着, 是非常强的进来, 那这个呢, 第一句呢, 其实是, 我刚才虽然说一个连线, 它是一句, 但其实呢, 是一直到第二个连线后, 最后, 这个才是第一句, 那么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技巧点呢, 就是它这个, 第二个连线的开始的这个me, 上面有一个小圆圈, 然后包括后来的re, saw, 这个呢, 是泛音的意思, 那这个泛音呢, 其实呢, 是我们高音me呢, 就是高音la的一个指法, 然后re呢, 就是高音sal的一个指法, 去做这个泛音, 这个泛音呢, 需要一个控制, 它要你的口风稍微紧一点点, 然后呢, 它的音色呢, 有所不同, 大家可以听一下, 的音色。 我们可以听到这个泛音的这个me呢, 对不起, 它是中音la的这么一个指法, 那中音la其实是, 那你的那种, 你的口风控制呢, 其实是你用中音la的指法, 吹高音la的这种感觉, 那你是, 你在你的口风控制呢, 就是仿佛你在吹高音一样, 口风稍微的要控制一些, 感觉你是在吹高音la, 那就会出现这个me的这个泛音, 那么如果你口风突然间放松的话, 那就会掉下来, 我们可以听一下错误的, 那我们所以口风在吹高音的时候呢, 口风一定要有一个控制, 那我们所以口风在吹高音的时候呢, 所以这一句呢, 为什么它是强, 因为它在吹泛音的时候呢, 它是两个p, 所以就是非常的弱, 那我们要有一个对比, 这样听起来更有趣味性, 所以这一, 这一个段呢, 它最一开始呢, 一定要是强着的劲, 然后呢, 到泛音的时候呢, 开始口风一定要注意控制, 然后它一直是弱, 但是弱呢, 它不能一直弱, 它到了不是泛音的那个骚的时候, 它就开始变得最强, 然后开始慢慢的慢慢的放开, 我们再听一遍, 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走, 那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长音, 超过一拍十直的, 那可能一直吹这个长音的话呢, 听起来会有略微有一点干,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手上的夹花, 让它听起来呢, 更为的优美, 比如说我在这个泛音骚里面呢, 我加了一个虚产音, 虚产音呢, 就是你并不是完全的把手完全的按到这个暗口上, 而是稍微像半孔的一个状态, 就是仿佛似有非有, 似无非无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比较虚的演在这个这个暗口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说的这个, 所以呢, 可以加一个虚产音在这里面, 因为在这里面加虚产音呢, 是因为它这个泛音, 它都是比较的像这个比较飘渺的这么一种感觉在, 所以加了虚产音呢, 我个人是觉得会更符合这个这句里面的这么一个风格, 这么一个感觉, 那在别的里面呢, 我会加打音, 或者一些小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产音, 让它听起来呢, 不那么空洞, 我们接下来往下走, 那所有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后边呢, 都后边有一个发的这个呢, 它都是增音的意思, 它都是一个增音, 就是都迅速的到发, 这个呢, 千万不要占过多的实质, 只是在结尾的是一种非常俏皮的一个结束的方式, 那所有的在这里面, 所有的装饰音呢, 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尽量不要占这个实质, 比如说在这种8分音符, 16分音符里面出现的呢, 它不要占实质, 但是呢, 大家可以听到, 我在就是说第三拍, 这个乐剧里面第三拍的时候, So, Right, Oh, Me, Right, So, C, La, So, 这里边的这个C呢, 我大概占了一个8分音符的这么一个实质, 再有一些长音, 你看它占了两拍, 它前面的这么一个呢, 一个装饰音呢, 我们可以让它的实质稍微长一点点, 比如说占16分音符的一个实质, 或者8分音符的实质, 它上面呢, 也有写, 这是可以占一个16分的一个实质,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做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走,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听到它最后呢, 有一个弱, 那弱, 如何让它听起来更弱, 那前面我们一定要强, 所以最后呢,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弱, 它就是一种给别人的一个, 怎么说, 这个视觉上, 听觉上边的一个落差感, 前面你有强, 去对比你后边的弱, 所以呢, 在你要做到很弱的时候呢, 前面一定是强, 慢慢慢慢慢慢变弱, 这样的话呢, 会听起来这个反差感呢, 会更强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能, 有这么一个健强, 或者健弱的一个感觉, 我们看第二页, 它是有这个ray, 那这个ray, 这个里面呢, 它是弱的, 但是弱呢, 我们就是要有一种非常俏皮的感觉, 稍微用手呢, 打一下, 就是它弱中, 带着一种小俏皮, 仿佛在跟你说一些悄悄话, 然后我们这是弱的, 然后开始, 下一句又强调, 那这一句呢, 我们可以听到, 我们一定要强调到这个骚, 然后再到一个骚, 就仿佛是这个,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们这个曲子里面出现高音骚呢, 一定要是它是一个最强的, 这么一个点, 突出这个高音骚, 然后慢慢再下来一点点, 但又不要下来太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一句, 接下来一句呢, 它是中落的一个感觉, 因为前边我们已经非常浓厚的色彩, 推到了一个高峰, 那么接下来呢, 稍微有一点点反差感, 那就是下一句, 那下一句呢, 第一拍里面它有两个都, 仍然我们用打音, 给它做出一个区别, 我们也可以选择长音, 但我们也可以在中间加一个花, 这个呢, 大家可以自己的自己的去研究一下, 然后呢, 这一句呢, 其实就是主要是手上的这么一个, 加花的这么一个那个什么, 一些技巧, 我们呢, 也可以, 我们现在呢, 听一下这种反差感, 我再从它前面的一句, 到这一句, 大家可以听到一个这种, 乐剧之间的一个呈现, 这个呢, 一定要优美, 这个长音呢, 它不是一个单白的长音, 比如说, 这就听起来非常的空洞, 我们可以这个长音里面呢, 加一些气阵音, 气阵所谓的气阵音呢, 是你, 呃, 丹田部分, 在你用气韵器的同时呢, 稍微有那么一点, 呃, 起伏, 呃, 来让它的这个气呢, 听起来它有一种流动的感觉, 那音效大概是, 没必要用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气阵音, 所以就是非常优美的缓慢的一个频率就可以, 那在有一些福点里边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停顿, 但是实际上这个小停顿呢, 并不是让你换气, 就是一个停顿, 对着打的, 就是有一种也是增加一种趣味感, 那我再听一遍这一句, 我们一定要注意, 它虽然是在, 下一个小节是渐慢, 但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小节的前一拍, 我们要做好一个渐慢的一个准备, 而不是忽然间它叫渐慢, 也就是说慢慢的慢下来, 而不是说立马慢下来, 这样的话会有一种突兀感, 就是你要让这个乐剧呢, 它有一种慢慢推进的感觉, 那也让这个听众呢, 做好了这个哦渐慢的准备, 它这的键段呢, 是一个也是就是告诉大家, 形板已经完全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进到快板, 那么也就是说在前面整个形板, 这个大段中做一个结束, 然后告诉大家哦, 开始这个结束了, 收掉了, 然后再进入这个快板, 所以呢, 这一个地方呢, 就让大家突然间就是, 不能说突然间, 哎, 我开始慢了, 那听众呢, 可能也没有做好准备, 而且这一个结尾呢, 略显了一些突兀, 那我们就是在这一个小节前边, 就做了一点点的渐慢, 但是真正慢下来呢, 是在最后这一句里边, 那么在这一句呢, 它其实是, 它这一种剧其实是这样的, 然后, 可以停一下, 然后不要拿下来, 然后我们接下来快板, 那么它这个快板呢, 它有很多的重复, 嗯, 那我们这个快板呢, 一定要就是, 先不要太快, 它是一层一层一层逐渐的渐快, 就是它有一个层次感, 我们要做出层次感呢, 就是我们的速度一点点的推进, 到直到高潮加快, 到最快, 高潮是最快的, 那我们一开始呢, 就不要太快的速度, 这样的话, 我们的手指呢, 也给它一个时间, 然后呢, 就是尤其是初学者呢, 可能一开始手指没有那么的快, 所以呢, 嗯, 我们第一段快板第一段的时候呢, 不需要太快, 第二段的时候呢, 哎, 再快一点点, 到最后是这个乐曲快板的高潮, 我们是手指加快, 那么还有呢, 它这一个呢, 是一个, 我们总说这个欢乐歌呢, 特别难被谱, 因为它的这个, 呃, 旋律呢, 仿佛是一直在重复, 一直在重复, 那么怎么能让它做的更, 那什么, 那就是, 呃, 要在几乎相同的旋律律里面, 做出不同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我们这个速度之中的一个变化, 以及这个强弱之间的这一个变化, 来去做, 啊, 那么我们快板的第一句呢, 呃, 是, 我们因为之前是慢慢慢下来了, 收掉了整个的慢板, 那么, 呃, 我们这个在写作里面有一句话叫乘上起下, 那在这个乐曲里面呢, 我们也是要做一个乘上起下的效果, 它前面慢慢的慢下来了, 但事实上整个这只是一个慢板的一个结尾, 却不是整首曲子的结尾, 那么我们就要在笛子不能拿下来这个时候, 因为我要讲紧, 所以我要拿, 我拿下来了, 但是在这首不拿下来, 告诉大家还没有完, 然后再从这个慢板的这个结尾的慢, 再到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开始到这个正拍, 正拍里面, 那我可以听一下, 我从前面慢板结束, 再到快板开始,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一个慢慢的减快, 那但是呢, 这个快板呢, 它不像慢板, 它的这个渐慢, 它其实是可以非常自由的, 那它这个快板从一开始, 它是有一个节奏的, 所以它每, 它这个节奏的变化是以一拍来计算, 所以第一句, 第一拍, 它是一拍, 然后, 然后, 它都是有节奏在的,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节奏, 心里有一个节奏来去卡这个点,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使用大量的连线, 那这个里面呢, 就是需要我们的手指的一个灵活度, 去做, 去做这些加花在里面, 听起来更,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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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就是, 更准确一些, 那我们从快板开始,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加一下花, 如果不加花的话呢, 会听着有些单调, 就是, 就是, 很突兀, 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 就更加的优美, 那我们就, 加两个小颤音, 所以这个节奏一定不能变, 然后我们接下来下一句, 还是一样的, 跟慢慢一样, 到这个骚, 是我们这个, 建墙这一句里面, 建墙退到最强的地方, 那前面呢,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铺垫, 那就是慢一点, 那就是弱一点, 对不起, 弱一点, 那就是, 这个时候不要, 因为它后边还有中强, 所以不要把它到最弱, 这块呢, 我们就要不破, 因为它又到了一个墙, 这个时候呢, 让我们换一下这个, 这个叶数, 那么像这个快板呢, 它的这个表情记号呢, 就是强弱记号呢, 记得比较少, 那这里边也有一个自然规律, 就是从低音到高音, 我们可以做一个, 从弱到强, 从高音到低音, 我们可以做一个, 呃, 弱, 那从这个, 多拉多, 来多, 来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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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 我在催眠, 大家可以听一下, 它这个强弱的变化, 就是大家可以听到, 我们在没有, 它没有强弱标记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可以像它这个, 就是自然的这一个规律一样, 这个音的一个走向, 来去做这个强弱, 就是, 那, 我们, 我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呢, 去做一些强弱的变化, 我们要根据这个音的一个自然规律走向, 那比如说, 从低音到高音, 那就是一个油弱见强, 从高音到低音, 那就油强见弱, 那就, 我们再做一遍, 这个, 这一句, 我们可以大家听一下, 然后, 我们接下来往下走, 就是, 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这里边会加了一些音, 那这些呢, 就是根据, 这里边的一些, 还是我说的, 一定不要出现小二度, 一定要出现的是三度, 而且呢, 是看它的这个, 音的一个走向, 来去变化, 比如说, 最后一句, 因为它是都拉, 它是下行, 所以我是都往上了一下, 但是其实你可以感觉到, 都来拉扫, 它其实还是往下的, 都, 因为都, 你不可能都吸拉扫, 因为不能出现吸, 小二度, 我们最好不要出现, 那么就往上走一个, 都来拉扫, 都, 那,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下一边呢, 它上面有一个标记, 一分钟等于168拍, 那也就是说, 就跟我说的, 是我们进行了下一层, 快板的第二层, 那这一块呢, 我们就可以听到, 它的节奏呢, 明显的会加快, 那我们接下来, 那这个呢, 其实快板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 非常的连贯, 这个手指呢, 听起来这个比较的华丽, 然后节奏呢, 一定要稳, 然后要记住这个, 它每一层的这个节奏呢, 它都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都会有一点点的消微的加快,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走, 其实呢, 它有一些呢, 跟我们的慢版的旋律呢, 比较的相近, 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 就大家听可以听到, 这块呢, 就稍微的俏皮一点, 就是跟之前呢, 我们慢慢也有过这个, 这种感觉, 就是落下来, 然后俏皮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走, 突然间, 这块儿生下来, 然后呢, 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结尾, 我们有一个, 就是最后这一句呢, 是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结尾了, 所以的音一定要稳, 然后呢, 比较的明亮, 放出来, 然后到最后的一个结尾呢, 最后一句, 就是到一个点, 然后我们慢慢的慢慢的收掉, 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那么今天呢, 这就是全部的欢乐歌, 希望呢, 我的讲座呢,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 �尤ету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至于哲夜天才说, 记得准张招 hun本帘, 顺 Laugh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